他是35年以前在戒嚴時期 就是返鄉前 羅毅市是市台會的總幹事 因為有黑名單的問題回鄉 那回鄉以後被強制締結出境 那這個中間因為羅毅市 我所了解羅毅市先生來跟監察委員陳啟 那監察委員依照獨立行使職權 針對這個過程去進行一些了解 這個了解的過程 我不干涉也不了解 所以我相信我們的委員會對外說明 好 您剛聽到了陳菊表示 對於這起調查不會干涉也不了解 而回顧整起事件 當時被政府列為黑名單 而且限制入境的海外異議分子闖關回到臺灣 要來參加市台年會時 和警方發生對峙 根據已故立委羅秀一朋友出版的書籍指控 時任臺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組組長侯友宜 為了逮人強灌催淚瓦斯 而且還噴灑辣椒水 將人逼出車外 強壓來到了桃園機場驅逐出境 監察院表示只是查明真相 也和追究侯友宜個人責任並沒有關係 而詞 分敦 先